把那个都市频道法制节目里头播出的画面要再次上传 说他有两种动因 一种动因可能是 那如果是这种动因大家就不愿意接受 就是这张照片上传引起吸引大家的眼球 还有一种分析很有意思 说他也正是因为愤慨于这个警察的这种执法行为 在侵犯了人家的这种人格尊严 所以他上传这样的图片 果真达到了这样效果 大家也看出来这个警察不能这样的执法 当然这是个别警察的行为 其实像在郑州发生的这些事情 并不是说是一个个案 我们如果往前看 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组图片 这是发生在2006年11月的时候 这是深圳警方 他们搜查出了近200名的从事特殊行业 特殊服务的这些女性 还有他们的顾客放在一起 进行公开的当街示众 你看这张照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警方给这些姑娘还戴上了口罩 但是这种方式好像并不能缓解 他们的这种当众的耻辱感 再来看 这是发生在2007年的时候 这是银川 当时一个街道派出所 把28名从事特殊服务行业的女性的正面 侧面的照片都张贴出来了 当街曝光 但是虽然说他们在脸上进行了简单的处理 还是能够认出来谁是谁 但是这个板子只展示了一天就取消了 因为引发了多方对于侵犯隐私的争议 这是银川 然后这是去年的时候 在广东东莞 当时警方也是带着随警的记者一起 叫做高调扫簧 这一次扫簧之后呢 当地警方公布了很多 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的正面照片 当时有女性就面对这个镜头 大声求饶 他们说我知道我错了 求你们不要拍照 但是还是拍了 还是公之于众了 所以就这些照片发布之后 很多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觉得这些照片被公布出来以后 很是不雅 所以这个照片我们看完了以后 同样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警方在扫簧打飞的时候 要带着记者去 而且叫做随警记者 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过去一些年 那要更早的话 游街示众 好像大家觉得习以为常 后来游街开始慢慢的淡出 我们的这种生活 然后现在大家更细致的去追究 该怎么样去保护 他其实依然是一个公民 或者说哪怕是犯罪嫌疑人 也要在很多方面 要给予适当的保护 严肃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就是就即便是犯罪了 就是罪犯了 但是我们在新闻媒体的 很多照片上还能够看到 他的脸上是照着一个黑布照 所以犯罪嫌疑人 这个词的这种改变 跟过去改变 就本身还有这样的一种进步 但是你要知道 有的时候这种进步 这种脚步是不同步的 有的地方走得快 有的人走得快 有的人走得慢